大家好 今天是11月17日星期三 股市经过连续五天的反弹之后 11月份的市已经扭转成为先低后高的格局 低位是10日的24,481 高位是16日的25,746 暂时来说 今个月的波幅是有1,265点 由于一个月的高低位 一般来说不应在五个交易天之内出现 况且1,265点波幅 亦未必能满足整个月的要求 即是只要先低后高形态不变 其实更加高的指数 可能会在20日或自由市出来 再看看移动线 经过这一轮的反弹 恒生指数已经回到10、20和50天线流上 单单说移动线的布局 再向上推是必一定是100天线 大概在256,000左右的水平 既然市场扭转成为先低后高 连同10月份在内就连升两个月 对稍后的大市来说 应该是有一个提振的效应 指数再向上推升 是必一定是主要成份股做好 但传统经济股现在的步伐还是慢 所以焦点始终都放在腾讯 美团还在阿里巴巴身上 其中以阿里巴巴 我觉得是有多多少少的直播 我不敢说忙太多 但现在你看到179.9 近期的高位 始终有少少的直播空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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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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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